很多的花友春天来了 开始装饰自己的小花园 甚至要打造自己的小花园了 但是买花的时候总采坑 那么现在有直播 有电商等等一系列的 大家买的时候 可能看到的是那个样 但收到以后不知道 怎么要鉴别一个苗子的苗情 是不是真的健康 首先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收到手以后 第一步就是拿出来看它的根系 就这样拿出来看根系 对 这一路出来就看 有的花友说 哎呀我一滴落头都掉了 你一滴落头都掉了 就说明根系没有长满 根系都没长满 你这个花你怎么养的好吗 对不对 还有的就是部分 那是刚给你换完盆 本身是个小盆 给你换了个大盆里面 忽悠你是个大盆卖给你的 所以说第一步收到手以后 就先看根系 然后第二步就是观察一些叶片 第二步在看叶片的时候 就是看叶子是不是很舒展 你像咱们后面这一颗 对吧 像这种叶片 看起来就光泽度很高很亮 很舒展 叶子背面也很干净 前面也很干净 像这种的话呢 就是属于一个很健康 根系也很好 是吧 叶片也很健康 那这个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但是有的话说 老花一 我总是养养养养就养不活了 您多半呢 就是一个是没根 再一个是买回来叶子背面 或者是树干上面 会带有各种的一个病害 这个东西大家要绝对去观察 一旦发现呢 第一时间你就要联系它 你不能说过一个月后 或者两个月后 你再找人家 那个不是人家的事了 对吧 咱们说完买花的坑呢 还有一个就是买肥的一个坑了 你像不论是什么样的肥 我们大棚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 它就有三个元素 弹铃甲 然后其余的看微量元素 如果说连个弹铃甲都不给你标注 连个微量元素也不给你标注 你也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成分 这个东西 多半是在忽悠你 还有一个就是药 说完肥料 咱们还得叨叨一下药 药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说过 药的话呢 它下面有环带 你能看到是杀菌剂 杀虫剂 还是植物身上调节剂 还是那句话 如果说你也看不到里面的成分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玩意儿 它就跟你说 像鸡公里面说出来的那个大环丹一样 能自这 能自那 你相信吗 对不对 要给你一个莫名其妙的包装 说这个里面吃了以后又减肥又健身 还调节你内费蜜 还给你补腰子 你相信吗 你得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所以说多半会浇脂肠水 春天买花呢 记住这几个 这个买花的坑买飞的坑 还有这个买药的坑 帮你省点钱给我点个赞 我都欢迎 白了